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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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请问杨先生 您怎么看待他这段的 对缅甸政变的解读 这个解读 有点偏差 西方世界对昂山素季的态度的逆种 而改变是因为 罗比亚人的人前记录问题 对 罗比亚人的问题的出现 是由缅甸军方一手导致 不是昂山素季所导致 但是因为昂山这个执政联盟的期间出现 缅甸的国家很奇怪 军人这个集团是个独立的存在 这个军人不是会打仗 有电讯 有网络 有工厂 有银行 有基金 有自己的整套的体系 这是缅甸这个国家 是非常奇怪 有人不讲了 第一 菲律宾在东盟国家扮演的角色 一直是边缘 菲律宾那个总统 现在也是嘴巴经常爱换炮 说话又不着边的 外长我估计也差不多 所以呢 对 他不是舞台中心的角色 对一类解读 前世缅甸军政府以及西方对军政府的态度 未必是全面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去评论他 因为他讲完他就忘了 他讲完就忘了 其实菲律宾外长这个人 他确实也是这个口无遮拦 这个之前也名声也不是太好 但是他就是说到了 您认为就是说缅甸的这个政变 您觉得他是否有外部势力的干预 关于缅甸 能够影响缅甸军政府的外部 大概有三块 一块是印度 印度离他最近 缅甸的殖民地时期的统治阶层 除了英国人之外 其实是印度人 缅族还不是 所以才为昂山将军要搞缅甸独立 所以他们这些发起人叫德钦 德钦后来分裂成三块 一块是昂山素姬 昂山素姬父亲为主 一块的德钦呢 缅甸共产党 还有一批呢 是缅甸共产党内部 波易州武装斗争的那一部人 又回到了这个体制内 那就是公务员体系 剩下那些跟昂山走在一起的军人 军人集团的源头是昂山 是昂山素姬父亲这个区块 然后呢公务员这个体系 现在变成昂山素姬的一个 执政的基础 那免共就没了 大家都知道了 那免共的德钦 现在都不见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是影响 目前 我说目前 英国已经很远了 目前影响缅甸的军政府 和外面接触最多的三个国家 一个印度 一个日本 一个中国 外部势力呢 在我们一半一半的指的是美国 美国当然有对 对这个 美国对这个缅甸的这个介入 其实50年代 最直接是李明将军的 那个部队 那是由美国整起来 整得特有声有声 当然后来在国际压力之下 就撤了 外部势力这么一说呢 当然还有一个 中国跟军政府的关系 中国跟全国民主联盟 安山素姬的关系 其实都不一定处得太好 周缅关系说的是淘宝关系 其实不是这回事 文革的时候 耐温对台华反华 那是很激烈的 是吧 中国跟军政府 跟缅甸的关系 是经过了80年代 多少次折腾 才勉强恢复到今天这个状态 所以这就是一个 但是在中国 我刚才补充一下 就中国和伊朗 中国跟缅甸的问题 就出现一个 大家所担心的一个现象 就是第二次世界炸弹 轴心国的批胎已经出现了 听起来很危险 我觉得即便是不用 卓心国这个概念 两个体系两个阵营的 储俄汉界已经出现端链 是 所以缅甸的问题 它就不是一个地区性区性问题 就不是一个一带一路的 整个倡议能够战略 能不能撤到得及贯赦的始终 中国对缅甸进入了 这次的整个军事政变的关系 态度的暧昧 导致了缅甸国内和世界 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包括在联合国安理外的态度 所以缅甸有一个 很著名的历史学者说 中国要成为国际世界的领袖 缅甸是一道考题 缅甸这个考题考不好 他要成为世界领袖 这很难 所以你说的外顾势力 现在很难讲 新加坡对缅甸的投资 是整个缅甸第一位 人家新加坡你看 多安静 何气生财 中国也投了很多钱 着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章法怎么做 你不要在习近平 瘟疫疫情最严重 他出访还出访 出访的国家就是缅甸 当然那肯定是杨洁篪 王毅给他安排 他不来也不行 也没有个小抄子的 没问题都答不出来 OK 是 谢谢杨先生 这个确实 因为杨先生 其实你在上一期节目 你就讲到了这个 这个缅甸是中国的一道考题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来聊聊缅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后一个问题来问一下您 就是说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现在缅甸的政变 他还是在不停的这个发 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好像看起来有所缓和 但是其实他已经造成了五百多人的死亡 其中还有很多大学生和未成年人 而且呢很多的这个缅甸的少数的族裔的反叛武装 他们也表示如果是军队再继续镇压的话 他们可能要重新拿起武器 这个就会让很多人觉得缅甸是不是会发生内战 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 您觉得中国和美国会不会介入其中 这种缅甸您认为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场呢 最后缅甸金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压力 不断的屠杀 这肯定是个非常罪恶的一个政权 但是呢有这里缅甸内战从来没有结束过 缅甸这个国家形式到了独立以后 其实他有一千多个部阻 缅北地区他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 缅甸地区啊缅邦地区啊这些少数民族都是有武装的 所以才会金山脚 这个搞得他很头很大 他没有办法触及 这金山脚很多这种这种很多都是免共 甚至同时还有一些缅邦政府还有些老自清留下来的 所以为什么狗杆地区那个整个电视台啊什么东西 这个中国国内一模一样讲的国语也是这么腔圆的 有很多是北京自清在那玩 第二个呢少数族裔的武器从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缅北地区跟中国的结朗几乎就是不是缅军的控制地区 所以呢这个呢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好了我已经好像在这里也讲过 基本上第一点缅甸军政府以及缅族的军事的控制能力 现在没有完全的瓦解 还是在主要的军事力量 都敢这样肆无忌惮 但是中国在缅甸边界长期 其实也不是长期 90年代 忽然间调防 把所有的边防部队撤走 武警撤走 今天的中国的漫长的边境线 有两个地方是驻野战军 有野战军把守 一个就是中缅边境 一个就是中朝边境 就新疆的六千公里 那还是用边防部队 还没有用野战军 野战军是对内务 两个武警的这个是一个南疆一个北疆 但是的中缅边界派了一个野战军 那就是知道缅甸局势的不可测 才有这样防范 中朝边境也是 朝鲜的陆基导弹 对准的不是南朝鲜 不是对准日本 是对准中国北京 对 中国的恶炮 当然也会怀疑严神 所以在吉林这个中 中国恶炮的部队 也是严密防守的 所以不要看了什么 雪龙与水狗屁 哪有什么雪龙与水 那说话而已 没有这回事 所以缅甸的问题 如果出现前面内战 真正能干预的就两个国家 一个中国一个美国 但是美国边朝末期 美国边朝末期 别忘了 缅甸军方跟俄罗斯的关系 也非常好 武器的主要反共者 不是中国 是俄罗斯 是 没错 印度呢 东北邦它是坠落的 但是印度跟缅甸是接狼 跟中国一样 所以那时候远征军 为什么会撤到印度去 很快 他直接就到了那个加尔戈达 这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你不要看那个国家 有时候他地理位置的决定 他没有办法过上 和平安定的日子 好像亚美尼 好像阿塞派奖一样 他处于这个整个 欧亚大陆这个战略 这个沿线的这个东西 他很难消停 跟巴尔干半岛一样 这是这些人 以生俱来的不幸 我希望美电 不会发生内战 我希望美电 还是可控了一个局面 不然的话 中国的这个 持续的40多年的 周边安全环境 我看从此不在 伯活点点开始点起来 中印边界刚刚消停 中印边界又出了问题 紧接着钓鱼岛南海 台湾海峡 东北亚局势 朝鲜 等等的事情 这也是美国所乐见 尽管离美国很远 但离中国很近 是吧 所以这个是国际这个舞台 我们只能看得了 我们没办法说什么 我们如果知道 怎么去说什么话 我们就不要做什么 紧邻周点评 直接坐在钓鱼台了 直接坐在钓鱼台办公室了 杨先生 对不对 没错 这个确实 深斗小鸣无奈 但是他给我们一个话题 借题花归 说说的 坏话而已 对 我觉得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国际的局势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说大家这个 不仅 我们说不仅仅是这个 吃喝玩乐 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个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了解一下 国际大事 其实也是增长 自己的一些见识 这个 缅甸问题 我补充两句话 好 缅甸的问题 怎么处理走向是什么 第一 它是对美国相当构成的 美日 还有这个 印 澳 四国机制的 以及美国的印太战略 经营的一个考验 第二个呢 是对中国 一带一路的考验 中国那投了几上千个亿的投资 现在在缅甸境内 其实对中国其实很反感 这种暧昧态度 原来把它当成是第三世界的领袖 是救星 是个当核四老 没有 所以呢 缅甸话题 这道考验都会打不好 习近平要当大国领袖 就有点难 好 主持人 好 谢谢杨先生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这个因为其实每一天 其实国际上都在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也会在每周呢 挑一些这个 我们觉得能聊一点话题 能让大家增长一些这个信息的东西 请杨先生给我们做一个点评 最后我来还是要预告一下杨先生的这个直播 在杨先生自己的频道 这个老杨到处说 等一会儿大概是我们每期时间要九点了 比较晚 但是这个香港的时间 大陆的时间应该是十二点钟 杨先生会有他的这个直播 一个直播 大家有什么要跟杨先生互动的 可以去那里互动一下 但是我觉得大家是观点的碰撞 这个我觉得任何的观点都是备受尊重的 但是就说如果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大家可以说出来 我们互相讨论一下 可能会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个事情 谢谢杨先生 今天跟我们分享 辛苦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 感谢大家的讨论 其实我都看到了 这个非常开心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 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大家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 并且和杨先生进行一些讨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锦灵周点评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地下转发 打赏地下来